你相信有能让时光倒流的洞穴吗 这里是中国贵州碧节城边的一处神秘宿景 据当地取水村民回忆 时光倒流啊 这个我是亲自去的 要验赞的那个事情 我亲自去的 就是收集时间直接倒回到清朝之前 我当时雕的人一爬 我说狗子那个不对头啊 这个神经 它如果当时有个洞 有这么大个洞 这边可以进去 但是下去到过去 要进入这个洞 这个洞刚好一个人锁进去 然后从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 而是真的是哪个人进去 只要一个老年人都可以跟他解决点好 那么时光倒流是否真的存在 我们决定利用专业SRT技术 深入坑地验证传言 正如大家所看到了 现在我们一群七人 是赶到了这个贵州毕节最繁华的城市旁边的时光倒流的天坑树井所在 我们今天呢 利用绳索技术下降到底 看一下这个能让时光倒流的传说是真是假 好了 现在山里跳和袍哥现在 来勘测这个下降线路 这个天坑呢也叫老欧坑 能让时光倒流的老欧坑呢 它的洞口并不大 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岩壁 因为这个岩壁是个副角度 所以这个洞呢又叫老欧洞 咱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啊 6月25号10点59分 没有毛病 我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洞里面来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村民在这里布置了水管 然后呢这个旁边还有电线 应该这下面是连通的第三盒 因为这可能是额背掉的前辈啊 在这里布置了这个抽水机 从这里取水用的这样一个洞 问一下下面有没有人 来 又人没人 我给 来 好 哦 十多米 二十米 哦 十多米 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设置保护站 继续探索向下 做了一个保护站 然后呢 现在我们阿智和山里跳都已经做好了保护 最前面呢 是巡途户外刨哥 正在为我们辛苦的开线 我现在看了一下 十一点二十一分 这个时间呢 还是六月二十五号 并没有退回到清朝 我们不知道下去一半之后 会不会产生这个时光倒流的现象 可以看到这下面好像是有地下岸盒 而且有少量的生活垃圾 咱们村民的这个水管呢 也是布到了这个断崖的下方 据刨哥所说啊 下面有一处三十多米的垂直悬空断崖 十层楼高的一个树井 然后再下去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了 我们继续下降 刚刚我从那边过来 然后在这里呢 遇到了一股山泉水 一眼三泉 从这上面倾斜而下 形成了一道石蔓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主动到了 是继续往这边前进的 我们继续前进 你们时间正常吗 正常了 还没看 看我又没有变老 那不是 变年轻 它是往回变的 那是往回变的 看我没有小变小朋友 不是 刨哥看着还是那么老 冬中留三日 世上一千年 那不是 这有以往探动者在这里留下了神手 这个应该是当地水民 他在这里来找个水 应该是 那位大哥他也是在这里找水 发现了石光倒流 我们这时候把手机掏出来看一下 不要 大家不要说 这种是危险操作 对 这种绳索啊 用这种绳索下降的话 那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依然是2022年6月25号上午11点34分 所以这过了多少时间 过了几分钟 十多分钟 小伯伯丢个石头看一下 多秒开始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刚好12秒 哪里 大概8秒钟 8秒钟也许100米不到 没有追过专业的SRT训练 千万不要模仿 请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作业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深不见谜的大裂缝 在刨阁为我们辛苦的在开线 现在向阳正在下降 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已经下去了 我在后面收尾 目前跟队友还是能够沟通 应该是 还没有出现那个石光倒流的情况 也许当年的这个村民下去找水 还遇到石光倒流是出现了幻觉 我现在严重怀疑 是因为缺氧导致了幻觉 但是这里面现在有很大的水 一般来说是不会缺氧的 在这我们带了气体 测试仪 这个里面的氧气非常充足 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这是专业的绳索技术 我挂好了保护 给大家一个安全摆设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可以看到 我这时候准备下降了 这是一个非常窄的内缝 可能不足50公分关 然后呢 这个就是村民坐的绳梯 待会儿下去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那个亮光的地方呢 就是向阳已经降到底了 大家看这个远古的绳梯是个什么样子 它是在这个麻绳上面 搞的这个小木本 看起来已经生锈了 这个很不安全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绳子 千万不要贸然攀爬 这个非常不安全 如果喜欢探动这项运动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参加系统性的学习 不要贸然涉险 现在我们继续下降 地上也有很多水管 可想而知 当时这些前辈啊 找这个水资源真的非常的艰难啊 在此也呼吁大家 一定要节约用水啊 不要污染这个水资源 这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们继续下降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 6月25号12点23分 时间还是正常的啊 并没有发现这个时光倒流的情况 继续向下走 我已经追上了队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弹口 现在坏向阳 现在下降 刚刚是从这个位置下来的 下来之后呢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中路士大厅 只有可能有20多米高 它的容积差不多是1万里方左右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一个消水洞 在那里有个水潭 我们待会过去查看一下 目前在这里还是没有发现时光倒流啊 所以这个手机的时间都是正常的 看到没有 依然是6月25号12点23分 好我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从这个水流呢 下来了 可以看到在那个下方 有一个油布啊 然后装的是哪些水管 可以明显看出 这些水管已经废弃了 所以现在我们走这个地下河了 并没有对这个村民的吃水啊 造成污染 因为可能家家户都通上了自来水 不用接这个山泉水了 我们现在继续下降 可以看到这下面的温度非常的低 像在吐气的时候 就能够看着有白色的乌蒙蒙的一团 这下面是兜的水啊 但是现在已经冲毁了 那个里面淤满的泥沙 然后这个下面呢 我发现有一个塑料的圆兜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发现了一个锤子 这是一个八九十年代的这种 老石匠锤子啊 在这边还有一个洞道 我们继续前进 看一下这个洞究竟通向何放 这下面依然是有一根白色的管道 这就是一条地下岸河 这个旁边有土层啊 说明这个地方涨大水的时候 也不会有很多水 漫起来 这个上面有很多蝙蝠在飞 看到没 然后这个下面呢 就是一个消水洞 地下岸河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动到可以通行的 哇 那是什么 那应该是一个小老鼠 把这些塑料 咬进去 做了一个窝 这里出头了 这个地上有人工作的保坎 这里可以看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时间 12点44分6月25号 2020年 人一年5月27 没毛病啊 没毛病 这个地方在这里出头了 时光道流是假的 假的 对 到目前为止了 这个大窝村啊 这个天天树井呢 就全部太明了 它就是一个消水洞啊 在里面呢 发现了有许许多多村民取水的痕迹 大家在用水的时候啊 一定要想着我们的先肺 为了弄一口这个饿的水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个时候还是麻省啊 就下这个白米天天树井取水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虽然说现在已经废弃了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 先辈人的不义和艰辛 然后在里面呢 是没有发现这个时光道流的景象啊 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也许就是当地人呢 为了避免这些探险的 或者是喜欢有好奇心的 进冻发生危险啊 然后说出了这么一个 让人觉得很恐怖的 很诡异的故事 然后来告诫世人呢 不要贸然进冻 等我好了 我就不乱说 然后在这里面呢 是发现了一个锤子啊 铁锤 大铁锤啊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 暗闲之旅 带你破解所有民间 奇闻异事 好了 拜拜